因為肥胖馬來西亞需要多到5000令吉作為肥胖的設施 為什麼請問你選擇需要繼續掏空國庫還是讓國庫減緩呢 對阿,不如我倒想請問你 當你說我們可以選擇食品的時候 就代表越來越少人去買快線的時候 怎樣達到對外面能夠收到錢呢 對阿,這就是我方的附帶利益 如果今天收稅能夠間接地幫阻止人們 鼓勵人們不再吃快線 那麼也同樣可以間接地解決肥胖問題 對方沒有今天告訴我方今天解決會怎樣解決 對方沒有一直沒有加在這裡看 他還請問對方沒有你用什麼機構 什麼機構來負責收這一筆錢 收了回來你會怎樣處理這一筆錢呢 對方必有解決肥胖問題最主要的關鍵在於減肥計劃 這是我方便提的背景 也正是因為要支助和幫助這個減肥計劃 我們通過肥胖是為它籌募一筆資金 對方,我的需要性是籌募一筆資金 你要反駁,你要告訴我們沒有籌募資金的需要性才對 對方沒有連籌募資金都缺乏說 你要再增加這個稅率不是更不忍道嗎 什麼叫做更不忍道 我為了人民設想所以才選擇真稅 什麼叫為人民設想叫做不忍道呢 對方必有,我們今天看我們的稅率就只達20% 但是我們拿吃的時候就只達25% 請問這難道不是不忍道的體現嗎 這位同學25%很高 我幫吳光也有200%的煙草稅 什麼叫做很高 對方沒有你今天告訴我煙草稅是200% 對方請你查清楚數據 今天的煙草稅其實只是20% 對方還要徵收25%的肥胖稅 難道你不覺得這個真的是不忍道的體現嗎 對方必有,即使我拖曳一步承認它是20%好不好 你可以告訴我相言稅20%很人道 可是肥胖是25%很不忍道 對方必有,我是用同樣的概念進行一樣的稅務 只不過提高了5% 為了5%卻有人道與不忍道的差別 對方必有,我們看到當我們吃快餐 比我們西葉喝酒還要貴 這個贈出的稅務比我們還要貴 所以還有我想請問 您的需要性是要解決肥胖問題 還是要為國家增加收入 請對方沒有交代清楚 所以你方一直從頭到尾說的 只是今天的肥胖稅會增加負擔 請問你什麼叫增加負擔 是不是今天我徵收的快餐之後 就會造成通貨本餐或是對今天的GDP造成影響呢 對方沒有,我方剛才在我執行完結 我一個禮拜一定要吃食餐的情況之下 以前我一百塊就吃食餐 現在你告訴我方 要超過接近兩百塊才能吃到的情況之下 這不是增加負擔嗎 再來對方沒有,請你交出你要怎樣收這一筆錢 你到底要是增加國家稅 所以他要解決這個肥胖問題,直接交代 來,這好像多食品 如果這個人真是每天吃快餐 那麼我們說他飲食器有問題 如果他真是願意去吃的話 那麼他最多掏進一筆錢 這筆錢就可以幫助我們去解決其他肥胖問題 請問你了,這筆資金就是幫助補貼我們的醫療費用 請問你,為什麼我方沒有達到需要性? 對方沒有說得非常理所當然 對方沒有,我倒想請問你了 請問你不符合這個健康的食品的標準在哪裡呢? 他的收的錢又要多少呢? 他又要收到多少才能夠達到預期的標準呢? 才不會像這個醫療保險超之呢? 對方同學,所以我們今天告訴大家什麼 今天我們的這個政策是參照匈牙利 匈牙利是怎樣進行標準的? 他是制定了這個標準由衛生部去篩選 到底什麼時候我需要征稅,什麼時候不需要 今天我們將篩選對於這個快餐和零食進行篩選和征稅 對方沒有,請問你,在這個制度底下還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知不知道匈牙利是先進國家,而馬來西亞並不是先進國家呢? 對方同學,不先進跟我征稅有什麼問題呢? 對方沒有,我們要表達的是你吃的食物不一樣 你成分我們的吃法,可能他們喜歡吃辣,我不喜歡吃辣的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人民的這個成分不一樣 情況下,你憑什麼告訴我,你要用什麼成分來征收這個肥胖水? 直接交代這一點? 吃辣不吃辣跟健康不健康沒有關係 關鍵在於你吃油炸的東西就一定會不健康 所以我們今天優異量要輔助這個減肥就好,我們需要一個需要性 那就是我們需要通過肥胖水來籌出資金 為什麼籌出資金這個需要性,對方還是沒有交代? 為什麼這樣的需要性不應該成立? 對方竟然告訴我們必須要籌足支款來給醫療費用 今天醫療費用很解決肥胖問題,到底有什麼直接關心呢? 請對方交代 再來呢,對方沒有,我想請問你已經逃了很久 到底你要交給哪一個機構,哪一個部門的稅收? 你要征聘多少的行政人員來處理這一批稅收呢? 對方有聽過稅收需嗎? 稅收當然是交給稅收區還有什麼問題呢?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你的事,如果今天我對麥當勒征稅 可以為我帶來30億的收入嗎? 能夠帶來收入你看不看? 對方沒有,我們看到稅收的確是交給稅收區收,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是稅收區不知道到底要向誰稅收 對不對?對於稅收區根本不知道 到底他收的對象有沒有符合那個標準 因為標準根本沒有交出來嘛 對不起,我們不是要對人征收 我們是告訴大家,對那些,對那些企業,對那些快餐征收過後 要去買快餐吃的消費者就必須付出這個稅 請問你這個稅長選還有什麼問題呢? 對方沒有一直告訴我,我們在快餐還有零食啊 對方有各位評審,他沒有交出成分 一直告訴我方,衛生部懂,衛生部懂 到底是多少,我方不明白 我們剛剛不瞭解的情況下,最後要來 貓貓人告訴我方要課征非放稅 對我方實在不公平 成分跟不成分的東西都是交給衛生部的專家自行篩選 篩選才是關鍵 對方同學,我通過這個篩選之間 制定到底我要針對什麼事務進行針對 那您方,為什麼您方還是質疑 我方要有什麼標準呢? 所以今天對方在討論問題交付出一個 所以然來,再來請到這邊 您的資金是不是能夠確保 能夠達到100%的效益呢? 是您方太提出這個質疑的 再來,為什麼如果 即使今天我篩選了一個錯誤的食品 為什麼它錯誤的食品 可如果今天如果可以進行調整的話 如果對方同學,我不明白你的疑力在哪裡 對方沒有,你今天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調整,可是卻交不出一個標準來 你調整度要多高 你是高糖高鹽高脂肪超過了28G的標準 就要交25%的稅 還是它超票50 還是照樣交25%的費呢? 它的長分是不是決定它的稅收? 還是它只是超票一點點 你就增收了25%的稅呢? 對方同學,首先這是由衛生部來去界定的 如果您方這麼擔心的話 您方可以去問衛生局 再來,如果您方真的想要知道的話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 超過1.5克的這個鹽份的食品 它就是高鹽食品 對方同學,如果我的政策 就針對這些快餐過鹽過甜的食品 你受罪,為什麼有問題? 對方朋友,我們看到這些食物 你的成分只交到一點點 沒有告訴我們一個整個標準 你告訴我你演多少 好,你這個超標一點點 這樣其他的食物有同樣 嚴重超標另外一個成分 好像我那些辣我嚴重超標 你是也要真實嗎? 再來對方朋友,是告訴我 這個匈牙利的例子 帶了31歲收 所以換在我國磁性配方 所以一定能夠收到31個國家收入呢? 請教住它,必然性在哪裡? 所以總結一句來看 對方同學一直在質疑我方的執行令 可是卻沒有論證 到底為什麼這個制度本質就不好了 沒有論證你想說對方本來的錯誤 並沒有連執行的必然性 那個可行性 受到質疑的時候 它帶來的好處根本無法體現出來 講出這麼個好處又有何意義呢? 匈牙利就做到了 你方要質疑 你方要提出匈牙利的政策 到底哪裡出現的問題? 請問你,如果今天我針對稅收 如果今天在美國針對汽水收稅 就可以得到460萬美元的收入的話 請問你為什麼我方的政策沒有解決力? 對方沒有,我知道外國能夠收到很多錢 但是為什麼在馬來西亞一定能夠收到 那你收到這筆錢啊,你要怎麼用? 對方沒有一直沒有交代啊,對方沒有 對方同學我方已經說 用的錢今天就是為了要資助肥減肥計劃 如果你方要反駁我方的話 你方就必須提出 為什麼今天一個資金不能夠資助減肥計劃啊? 對方沒有告訴我方 那個資金之前告訴我們 是要資助醫療保險 是有告訴我們要資助減肥 這不是前後矛盾嗎? 對方同學,醫療保險和減肥 都可以同時資助,沒有衝突 請問你,如果馬來西亞主要資肥食品是快餐 我對快餐收稅為什麼沒有解決力? 對方今天告訴我們 跟快餐收稅跟快餐收稅 可是快餐我們看到了 麥當勒有群麥麵包 KFC有Seller的情況之下 你又對他的總贏料料來說呢 還是什麼呢? 比賽進入最後一個總結城池的階段 先請法方識別移步到中央講台 您的總結時間為5分鐘 即時將會與您開口發言後開始計算 有請 麥克風測試 麥克風測試 好,謝謝主席 大家下午好 可能在場的各位都有一個疑惑 為什麼我方不斷的質疑是執行能力 而並沒有質疑對方並沒有口中的這個虛根結損呢 為什麼呢?我們來看一個前提吧 對方沒有一個政策可不可以實行 我們需要看它的可行性 當然可行過後我們再來看它帶來的效益是什麼 我們再來考慮到底要不要給它通過 所以為什麼我方一直質疑它的執行能力在哪裡的時候 就是為了論證 這個政策是不可行 我方為什麼會說不可行呢? 第一點 對方沒有 我方已經質疑了地方三次 關於這個我們應該徵收多少巴仙的糖才是超標準 多少巴仙的鹽,多少巴仙的高卡路里 多少巴仙的熱量的含量 我們才應該徵收呢? 對方沒有說只要我們跟零食和快餐去徵收就可以嗎? 對方沒有我想請問你了 馬來西亞有許多夜市有許多油炸的地方 那種印度鑑餅 印度鑑餅不是零食也不屬於快餐 難道對方沒有印度食品就不需要嗎? 印度食品是我國非常油膩非常不健康的食品 第二就是這個炸香蕉 炸香蕉是用很劣質的一種油來炸出來的食物 對方沒有說我們只要徵收這個 難道對方沒有這個炸香蕉要徵收嗎? 那對方沒有您是不是認為馬來西亞有這麼多食品 馬來西亞這麼多食品都應該徵收才能夠達到您的目標 第二點,對方沒有說他徵收的肥胖 對方沒有只說徵收了肥胖 所以是要25% 可是徵收25%定義在哪裏? 他是要加25%還是原本的25%還是再加上我的稅過後的25% 然後我想請問了就是徵收了肥胖稅過後 第一點他要交給誰呢? 是誰來收呢? 他應該收到多少錢才可以足夠支付這個醫療保險 不會超支呢? 因為按照對方您方的需要性 是要徵收到足夠的這個金錢來幫助這個減肥計劃及醫療保險 那對方沒有您要怎樣去? 對方沒有您說其實這個政府為這個醫療保險 支付了139億 所以後製了149億 對不對呢? 這樣我想請問你了 您的肥胖稅要怎樣去吧? 一定可以收到10億呢? 10億的這個必然性又怎樣達到呢? 對方沒有從頭到尾沒有交代 我方感到非常質疑 好,我們先來看這個虛根解鎖 首先需要性我們已經達到了 再來我們看這個根屬性 我們看到根屬性其實是源自因為 對方沒有說我們要解決這個人類肥胖問題 所以我們通過徵收肥胖稅 提供足夠的資源 然後再來支援這個減肥計劃 對方沒有為什麼我們要通過這麼繁瑣的計劃呢? 除此之外一個徵收肥胖稅是一個很繁瑣的過程 而且會引起人民的反抗 為什麼就不要直接投入這個減肥計劃呢? 是,我方看到可能減肥計劃會有透脂的情況 對方沒有這個透脂的情況 就是因為他們的預算不夠精確 預算夠精確就不會透脂了嘛 對方便有 好,第三點 這個解決力 對方沒有,從頭到尾都沒有交代 我們應該收多少錢 所以我方根本不了解 到底他到底解決了馬來西亞任何項目 對方沒有說馬來西亞政府不夠錢 所以我們要徵收肥胖稅 對方沒有,馬來西亞政府不夠錢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因為貪污無比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經濟發展不夠快的問題 第三個原因應該是我們的首相 副首相背後藏著很多錢的問題 就是一個很黑暗的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徵收肥胖稅 就必然等於帶動國家發展 甚至可以帶動這個減肥計劃及醫療保險 甚至可以達到人民健康水準呢?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善於這個金錢 直接把它投入到減肥計劃及醫療保險 才比較實用呢? 第四點,損益比 好,我們之前看到這個損益比 它帶來的好處是什麼? 它帶來的好處不確定 所以我們如果要我方成的話 它帶來的好處應該是一個不確定的數額 因為不知道到底數額會是多少錢 而且夠不夠用 它帶來的壞處是什麼呢? 第一點,最明顯的 快餐,吃快餐的人 對這個快餐產生這個反 對這個徵收肥胖稅產生反對 這個零食愛好者產生反對 對這個公平愛好者產生反對 為什麼呢? 這些兩者是因為徵收了肥胖稅 為什麼第三者會受不公民呢? 對他們沒有,愛吃零食和愛吃快餐呢? 他們要付多一點錢 因為它,因為它的超過的標準 而我們看到這些我們在吃一間那種夜間那種小檔啊 那種吃喝好很甜的一種食飲品啊 還是吃煎雜有力的食物啊 我們就不用收錢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零食,它也不是快餐 所以我們不用收錢 對他們沒有,您的邏輯非常奇怪 所以在虛根結束,達到法覆的情況下 我方菁姐認為馬來西亞為您分享 謝謝法皇思辨 謝謝 最後有請正方思辨一步到中央港台 您的總結時間同樣為五分鐘 即時將會與您開口發言後開始計算 有請 謝謝主席,大家好 其實對方最後一句話講 他反完了我方的虛根結束 只是對方以為自己反完了虛根結束 為什麼? 其實反完虛根結束的方式 應該是要從對方開始 他應該否定今天我國需要為這個肥胖計劃提供一筆資金 這個需要性才是對方需要去否定的 可是對方今天不是否定這個需要性 他否定什麼? 他否定這個東西背後的執行力夠不夠 可是各位,執行力夠不夠 會是我們應不應該實行一個東西的關鍵 是不是因為我們今天馬來西亞這個法律漏洞太多 執法不嚴 所以在這個執行力不足的情況下 我們不應該設更多的法律 各位,執行力問題和應不應該實施 本質上就沒有直接關係 不是因為馬來西亞沒有執行力 所以不應該執行政策 因此對方一開始採取的策略 對執行力進行質疑 我方已經覺得他完全沒有在反駁我方的虛根結束 不過沒有關係 既然對方執行力我們也可以交代 對方認為今天我們的政策很模糊 模糊在哪?模糊在整個標準還沒有交代 好,我們先來告訴大家 到底我們整個機制大概應該怎麼實施 就像匈牙利一樣 今天匈牙利他要對肥胖食物進行徵 所以他先做什麼? 他先用衛生部去篩選 和制定一個我們叫做short list short list什麼意思? 就是他從這些不健康食品當中 他選出一些到底他要對什麼進行徵稅 然後制定一個表 對這些這個稅務 我方認為應該徵收25%的稅務 因此在這樣的定期底下 然後我們就讓這個政策實施 收到的錢我們交給稅務局去管理 然後由稅務局再交由這個 我國的衛生部進行各種的肥胖計劃 各位,其實整個制度還是相當完善的 對方只是質疑我們這個制度可能有一些漏洞 可能人力不足,可能標準過低 可是這些不是我們不要做過肥胖水 來籌出資金的理由 因此我方認為 今天對方通過執行力來反駁我方的需要性 完全不能成立 這次對方是個執行力不能啦 他就告訴我什麼? 他就質疑25%的稅率到底是不是太高 會不會造成負擔 各位,25%為什麼會造成負擔? 這是對方質疑的 可是對方質疑他沒有告訴我他會造成負擔 他只是純粹質疑他會不會造成負擔 各位,匈牙利收了25% 可是我方完全沒有看到 匈牙利這25%的稅收 造成清濟中期 造成失業問題 甚至導致國家GDP下跌 這完全沒有出現 而各位,如果今天對方完全有法律者 他能夠造成負擔 那請問你,你方這個質疑又有什麼用呢? 即使我方真的會一萬不成 他能夠造成負擔 可是這個負擔 這是我方今天附帶利益告訴大家的 為什麼附帶利益? 因為各位,像煙草稅,像酒稅 他正是因為通過稅利帶給這些人的負擔 來再受過這個負擔利益 進而鼓吹大家 我們不希望你吸那麼多的鹽 我們不希望你喝那麼多的酒 因此其實這個負擔 他換個角度來講 他其實也能帶來一些負擔利益 因為通過這個負擔利益 我可以通過這個稅收 盡量避免你去做這些事情 因此對方通過負擔來反駁我方 同樣不能成立 接下來他又反駁什麼呢? 他反駁我們說 我國今天這個國家透支 透支的問題是貪污問題 等於我們不用用肥胖水來解決嗎? 透支的問題是因為我們上面有官員 在進行貪污和會員的問題 他完全沒有解釋 為什麼因為是貪污問題 所以不應該用我方的這個政策 和我方的機制來解決問題 再來,對方今天告訴我們什麼? 他今天整場告訴他 他有個質疑點,他說什麼? 他說我方今天的肥胖問題 不應該是對快餐徵水 因為他發現這個問題出在運動太少 可是各位,運動太少 等於對方又反駁了我們今天要用這個制度 為這個減肥計劃籌出一筆資金嗎? 同樣沒有,因為大家要了解 今天我方的更屬性不是肥胖問題的更屬性 而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實行一個計劃來籌出資金 那更屬性在哪裡?更屬性在於其實我們沒有更真正很好的機制 來為我們這個計劃籌錢 再加上我們的這個醫療赤字 我方已經證明我國有醫療赤字 再加上其實很多時候肥胖的人口 每年都會造成我國這個國戶五千萬的負擔 各位,這種不種才是我方今天的更屬性 可是對方請你告訴我一句話叫做 運動也可以是一個原因 這一句完全無法反駁我方的更屬性 因此對方完全對我方的虛根結束 完全沒有做出任何的傷害 只不過是質疑一些旁敲撤擊 無關痛癢的這些執行能力等等的細節問題 我方認為對方完全無法反駁我方的虛根結束 各位,其實我們明白政府應該對我們的這個醫療體系 和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可是各位,提供很好的醫療服務 不是我們不正收肥胖水有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要知道,往往我們是因為個人的選擇 導致自己肥胖 而需要政府來為我們承擔這筆稅務 這筆錢應該由我們自己給才對 謝謝